瑞瑟湘工所在圆明会产业扶植计划 重整五鹤产业中心建筑空间后 也在圆明会补助一千多万元经费协助下 内部设施也一并加强改善 湘工所在今天下午特别举办小型开馆活动 请在地农民助滩展授 在地创作歌手勤快的歌声 让现场与会的嘉宾 不只是感受到瑞瑟湘在地圆明歌谣文化的魅力 正式进驻的农民也在馆内 展示展受自产自销的农产文创商品 从农产品质到包装 在在都令人惊艳 前身为瑞瑟湘茶产业推广中心的瑞瑟湘原创产业馆 经监察院纠正后 湘工所透过圆明会产业布置计划 重整建筑环境空间 同时也在圆明会一千多万元经费的协助下 内部设施设备的补强改善也终于完工到位 今天下午湘工所也特别举行开馆活动 附罗头目以及地方机关首长贵宾也都共襄盛举 将来的机会可能需要很多中央的来 来给我们指引 我们自己本身限于裁员 这里就花了一千多万 将来可能其他的设施 比较经典的 每一样都是非常经典的 花的钱会更多 因为这些都是能够吸引进来的 陈水厢工所经过将近五到六年的努力 终于终结地方的文资馆 重新活化重整为瑞穗厢原创产业馆 后续的经营推广 乡长陈金光表示 将全面朝向地方产业推广服务平台发展推广 我们把五鹤的产业展授中心 活化成原创馆 那所谓的园不是只有园住民 是我们瑞穗乡所有原产地的东西 那希望透过这个馆 各个单位各个产业 我们所有的乡亲 大家一起共同来参与 让这个区域变成我们瑞穗一个特色的展授中心 那在每一个季节里面 大家都能够呈现出来 透过圆明会产业布置计划 将近三千多万元 以及一千多万元 内部设置设备的经费支持协助下 瑞穗厢公所不仅重新活化利用闲置空间 乡长陈金光也进一步表示 瑞穗原创产业馆 也将不局限于原住民产业的推广 而是部分族群农产类别 共融推广产业的亮点 记者时宇人瑞士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